林默,你在说什么傻话? 是啊,林默,这个时候了,就别和大家开玩笑了。 你们想想刚刚那封信,没有被找到的死者,内心愧疚的生者。 还有,我和孙一航在食堂外看到的影像,语物中学把我们困在这里的目的,现在,这一切还不明显吗? 林默推你的应该没错,如果说要解开这间学校的诅咒的话,最直白的方法就是,弄清楚事情的起因,然后对阵下扬。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,我猜,这间学校找到我们的原因,应该就是想让我们加入到这场捉迷藏的游戏里面, 找到,这个学校里躲在某处的冤魂。 好吧,既然都退理到这里了,不试一试的话,还真对不起忙活的这一晚。 是啊,反正也没有其他处区的线索了。 算我一个,随随便便就把别人拉进这个麻烦的学校里,不只要寻找去这家伙,我心里可不痛快。 你这样说他,太可怜了。 嘿嘿,随行,那么你还记得今天是第几天吗? 外面下着雨,明天到中午之前也会下雨。 今天,应该是第四天的一晚,明天是第五天。 那咱们计划一下。 没错,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,不是你的学生,是躲在宿舍楼里面,但是别忘了,每个地方的捉迷藏规则是不一样的。 有的规则是不允许躲藏的人移动,而有些为了更加的好玩,是允许的。 你这么一说,我忽然想起来了,在那封信纸里提到,在最后一次捉迷藏中,几乎是所有参加游戏的人,都在找最后一个。 学校,我们这几天逛下来,学生能去的地方,也就那些,不可能找不到。 那么很大的原因,就是因为最后一个人在不断地移动,换着躲藏的地方。 原来如此,那么游戏规则就是,允许人不断地更换躲藏地点,直到被鬼找到。 那不就是说,即使我们直接去宿舍楼找,除非在正确的时间,抵达正确的地方,否则就找不到它。 而且宿舍楼到了夜晚,就会发生大祸。 如果我们能越早地找到,就越安全。 不然,我们自己都会死在大火里。 虽然说得没错,宿舍楼虽然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地方,但万一天黑之后,最后一个人没有躲在里面。 那我们守在那儿,就是浪费时间? 要是咱,再多点人手就好了。 帮手,说不定还真有。 啥? 你们忘了吗? 那些被语物中学记录下来的影像,脚印,还有投影,这些都应该是参加那一次捉面藏的人留下来的。 那么我们按照他们之前失败的经验,举个例子,如果脚印出现在食堂,那么最后一个人在那个时间段绝对不会在食堂里。 我们就会缩小寻找的范围。 那么这样吧,明天我们六个还是两人一组地分开,看看能不能知道在游戏规则里,他们躲藏的地点。 然后我们守猪带兔,死盯着一个地方找,总会找出来的。 诶,这倒有点像蹲点杀红蓝爸爸的感觉。 那,那先这样,明天能不能出去,就全靠大家了。 好。 现在已经三点了,今天应该是他们捉面藏的日子。 操场还是湿湿的,周围也没有什么能够反光的玻璃下的。 我们待在这儿,能看到十年前留下的线索吗? 肯定可以的,别着急,我们再等等。 大家别说话,看,脚印出现了。 哎,有脚印就方便了。 现在十三点半,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开始玩游戏,我们大家分别跟上,看看他们的游戏范围都是哪些地方。 你们没有听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吗? 不会有危险吧? 想出去就忍着,你看池一和展一文都没你担心。 啊哈哈哈哈。 三点三十分,游戏开始,我们分成了三组,分别跟着脚印。 那些脚印出现在了宿舍,食堂,还有操场。 而教学楼和办公大楼仿佛被一种规矩排斥着,我们根本进不去。 随着游戏的进行,脚印在聚集了第三次之后,正如我们之前所推论的,大家搜集到了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。 看来,他们游戏的范围里并没有教学楼和办公室,食堂也仅仅只是在外围。 大概,那个时候,食堂里还有学生,不方便做游戏吧。 哇! 怎么了? 没什么,这是看到了林默说的,那个印在食堂大门的影子,没反应过来,吓了一跳。 我看看,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,又跟着那些脚印,看来,你也几乎习惯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 因为,你们都陪在我身边啊。 啊? 那个影子走掉了? 咦? 怎么了? 大概,大概是我看错了吧。 我们快走吧。 大家,大家又回来了? 快看脚印! 他们在云地踏步,好像在讨论什么。 这应该就是信职里说的最后一场捉迷藏了吧。 天,也快黑了。 你们快看,那个脚印,一个人留在操场上了,其他的都走开了。 这一定是最后一场捉迷藏。 小电筒都戴好了吧? 放心吧,从体育器材室里拉的,都带足了。 那个脚印,会找到除了最后一个人之外的所有人。 但是,我们没办法分辨离开的脚印中,到底哪一双是最后一个人的。 大家,还是按原来的计划,在他们可能躲藏的地方蹲点,直到所有的脚印被找到。 那么剩下还存在的,就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了。 走,我们也出发。 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。 我们蹲点的地方,如按照性质里说的那样。 脚印一个个的消失,被鬼找到。 而我们所盼望的,那双在我们想象中不断移动的,灵动的双脚一直没有出现。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,指针也慢慢靠近了火灾发生的时间。 和我一组的孙一航,我们面面相去,都看到彼此眼中的无奈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,一声哨响,划破了这寂静的学校。 这展颜文那边,在宿舍,他们发现了。 快,我们快过去。 银沫,苏一航。 方向瑞,露露,你们也到了。 最终还是宿舍楼吗?我们守着的地方,根本没有。 大意了。 或许,最后一个人根本没有选择在校园里移动。 只是,在宿舍楼里走动。 手电筒都打开了,展颜文和池一还在路上吗? 在上面,看,池一挥着手电,太好了,他们没事。 我们快上去。 池一,展颜文,你们没事吧? 学长,你们终于来了。 没事,你们快过来,看来我们这都中奖了。 就是这里吗? 咦,这里是杂物间? 我们也是多了好久才发现的。 这个脚印在宿舍楼公用的换洗室,和各个宿舍房间里不停地移动着。 开始我们还没怎么在意,后来发现,有很多脚印出现又消失后,我们才意识到,游戏已经进行到了最后。 刚刚展颜文数了一下脚印的数量,全部参加捉迷藏的人数,刚好少了一个人。 没错,我们一直跟着的,就是最后那一个没有被找到的人。 太棒了,这下看你怎么躲。 不好,雨越下越大了,宿舍楼马上就变成一片黄海了,我们快撤。 可是我们马上就要揭开最后的真相了。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最后的地点,再过两天也不迟,我们来得太晚了。 没错,抓紧时间开门。 该死,怎么反锁上了,大家快来帮忙啊。 我来,露露,跟上。 好,你们,算我一个,动作快一点。 好多灰。 火?外面生成火来了。 快,动作快一点,大家都快找不找。 烟伸上来了,好呛啊。 大家快退。 不,差一点,还差一点,等一下,再等一下啊。 这火烧到好快啊。 不行,太热了这里,我们快点离开。 不,还差一点,还差一点我就可以回去了。 我只能回去见到爸爸妈妈了。 可恶,到底躲在哪儿,躲在哪儿啊。 这个是…… 找到了,你们快看。 展英文拼尽全力打开柜子里。 我们就着红色的火光, 看到里面又木炭歪歪扭扭地写着。 好,谢谢你,找到了我。 快走! 快走! 未完,待续。 MING PAO TORONTO